今天是第一轮开箱的日子啦 其实呢这个时候啊 我已经完成了第N箱的寄送工作了 事不宜迟 我们就马上回家来开箱吧 好我们看到第一箱呢 是爱丽丝的箱子 这包得很严实啊 好我们马上来open open ok我们打开之后呢 可以发现到它分成了 纸胶带包还有小礼物包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主要的纸胶带里面有什么内容物 再来一起看看礼物包吧 我的印象中啦 每一个箱子的主人呢 应该都会有一张类似这样子的清单 它里面呢会列出每一个箱子的内容物 我们如果有拿取或是放新的东西进去啊 就要把这个清单进行更新 来方便下一家挑选 像我觉得这个表单啊 非常的好耶 这些纸胶带啊 有不少的手面孔 还有一些我没有看过的款式 好那我们就来整理一下 顺便思考要挑选哪几款小可爱吧 OK我挑选好我需要的部分啦 在打开它们之前 我们先把其他的小可爱们放回袋子里面 整理完成了 我们来开箱新朋友吧 听起来我们去逛市集就很想要买它的纸胶带 那个时候啊就没有这种款式只有贴纸 所以我只能先买贴纸回家 觉得很可惜 看一下这些可爱的小方子 它们颜色很可爱 而且有一种俏皮的舒适感 欢迎你们来我家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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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来第二卷呢 一样是Lady Life的旧纸 这个也是建筑款哦 它里面啊有很多不同的建筑物 风格微微显实 而且非常有设计感 感觉有了这一卷之后啊 就是个房地产的大亨 好那这一卷呢 它说是自己印出的没有明确的名字 这一卷呢 我是看到的就很想要贴手帐 它很有气质 又带有一种高雅复古的消色感 那这种素材啊 我刚好比较少一点 现在又多这一款可以活用的纸胶带啦 OK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些小礼物包 好我挑选了一个 上面写10号的 这里面有拼贴小卡 诶有写字耶 还有这一种小型的素材纸 和一卷粗鞋卷纸胶带 我们感谢爱丽丝 开箱完之后呢 来把我的纸胶带也放进去吧 好这里我同样是丢入两个两循环的 还有两个一循环的纸胶带 OK放进去吧 好我们也附上一张明信片 里面有写给每一个人的话 看完了第一箱呢 我们接下来就轮到第二箱 雀瓶的箱子咯 好这个size真的是不同反向哦 OK立刻进入第二箱的世界里面吧 好我们看到这一个大箱子里面 还有一个大箱子 OK雀瓶的箱子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些小包装的纸胶带 还有这里有单卷的 以及印章的存在 OK我们现在看一下清单上面有写什么 这有许愿文 好的那我们到时候也会做一张小卡片放回去 那至于卡片怎么一样呢 我们要等箱子的主人拿到最后的箱子之后 再看看 保留一点神秘感 哦你看这个是墨带质 我没有这个款式 好我可能会拿一个 诶这边还有我没有尝出过的风格 未来拼贴可能可以拿来试试看啦 这边还有前面其他人放进来的纸胶带 好那我先挑出这一些部分 接下来就细细的再选一下 我到底要拿哪一些种 好我们现在挑选的这三款 第一个是墨带质的方格 其实啊我是有它的圆点点的 然后啊一直很想要方格 可是呢就还没有买 那你看啊它又是彩色漸层啊各位 它非常的百搭又很漂亮 收起来 这一卷呢它其实之前是有团可以跟买的 可是我忍下来 没想到我在这里遇到它了 那我当然要用啊 好我们看一下哦 这边有很多音乐相关的图案 像是我个人非常想要的豪华平台钢琴 还有这个音符啊 CD等等的 Music is life 还有这一卷 我一直很想要尝试这一种 大型的造景当成主角的拼贴 所以呢就选了这一卷PET材质的 看一下这些海景 这一些古宝是不是很赞 蜜月就是要去这些地方没错吧 好那我再稍微浏览一下 虽然其他款式也很美丽 不过呢我是很有原则的人 基本上呢一箱我就是调三到五卷 好剩下的留给大家吧 我现在呢准备要把这一个我偷到的第二个飘油箱寄出了 很期待哦 所以就知道其他人的箱子会找什么样子的 走咯 谢谢啊 好了第三张报道 我们看一下他用了这什么可爱的箱子 是角落生物的爆米花盒 天呐超级萌耶 Open 哦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这种美丽的卡片 那按照惯例啊是有小规则和清单的 好我们来点一下里面有哪一些内容 哦 这边呢有一捆分装片 看起来啊就是我们可以抽出自己想要的来收藏 而且他们很细心耶 在每一个上面啊都有写上 然后他的品项和小小的心得分享 好那我们就选这个好了 有地球仪的 还有这个向日葵的 谢谢您 感谢感谢 好那我们到了第三箱啊 就可以看到纸胶带的类型啊 是越来越多元了 而且呢还可以看出每个人的不同风格 比方说这种包装啊 和标示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就等于啊是不同的人放进来的 好我们大致分类一下 一样啦是先挑出我想要的类型 好那我们就是最终取舍时间啦 好我们选完之后呢 先把其他的部分整理好放回箱子里面 把它排整齐 那顺便也把我的放进去 在这个箱子里面呢 我一样坚守原则 我挑了三款 好先来看这一个 这款里面啊有很多庭圆的设计 有结合房子的花园啊 还有看起来很惬意的图案 颜色很饱和又非常的精致 好在这一卷我们定个底看一下 好可以看到什么 就是童话故事的公主 你看有小红帽 爱丽丝 哦还有贝儿耶 贝儿 有贝儿来 有贝儿来 天哪好美哦 在哪在哪收 第三角呢 来看一下这个 诗与花 我们看一下这些花和诗词的搭配啊 不只单格的看很美 它们合在一起 也会有一种系列的感觉 它们的色系搭配的非常棒 OK那我们刚刚前面看到的卡片啊 要在上面稍微加一点装饰 再继续传承这个卡片 那至于最后长什么样子呢 就等箱子的主人来开吧 好最后我们一样是要放进去 给箱子主人的素材包 不过呢 它这个只要带香 它放不下 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箱子里面 好我顺便在它箱子上面呢 也贴了一个瓷面朝上 这样比较好打开 好风箱 第三箱结束 真是完美 好啦我们看完 前面第一二三个漂流箱的开箱之后呢 现在我们就要把这第三个箱子机给下一家啦 那后续第四五六七八九 还有我自己的漂流箱呢 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开箱 也请您锁定 那如果您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